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喝的冰镇酸梅汤,酸酸甜甜,冰爽解腻,学会就可以出去摆摊了 准备30克乌梅,25克冬枣,5克陈皮,2克干草,10克山楂,8克玫瑰茄 全部装在纱布袋里,把口扎紧,这样不一漏更方便 用清水清洗清洗,把材料包放到锅里面,加入2500毫升清水 喜欢味道重的,加2000毫升清水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,大火煮开 沸腾后转小火煮30分钟 时间到了,加入100克冰糖,搅拌至冰糖融化,然后自然放凉 把材料包拿出来,加入桂花,搅拌均匀 装在壶里,放冰箱冷藏一下,味道更好 做酸梅汤,自己一样一样搭配材料,真的太麻烦了 有了这个搭配好的原料包,做酸梅汤就非常的简单了 想喝,随时就能在家自己做 我们的冰镇酸梅汤就做好了 酸甜可口,冰冰凉凉的 真的太好喝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